通色楼 各位通中回來通色楼的時間 恭喜發財新年發財 二初三赤口 赤口我們來搖嬌喳 向大家爆練 不是搖嬌喳 大家身體健康 學生哥當然是學業進步 各位做家長當然是身體健康 子女生生生生 孝順的父母 大家可以多賺點錢 有些人不適合做這份工作 快點找另一份好工 其實是祝福 你不適合做這份工作 你不適合做這份工作 先說一下今天聽到的事 聽到一早出來看新聞 就說北韓有核事 那個國家 又想利用這東西來敲人的腳骨 敲炸 他主要只是敲炸中國的骨 他主要只是敲炸中國 日本南韓美國都不吃他的肢好 其實應該這樣說 其實現在的世界形勢 很詭異 你想想 中日就在釣魚頭那裡 撐到行星 當然他最後是不會動手的 大家都明白的 這一點 他嘴巴越打得厲害 我越不相信他會打 還有美國人 一講日美安保條約 是包吊魚桌 已經要退太 大家都明白的 這件事 沒得再進一步 沒得再進一步 OK 我當你沒得再進一步 北韓 北韓的問題 其實 中共和北韓的關係 他又不是敵人 其實中共是不太想和北韓做朋友的 問題是 除了北韓 誰跟你做朋友呢 就是這樣 現在是柬埔寨、越南 全部都 轉向你 因為北韓 常常利用一些合視 利用武力威嚇 其實敲腳骨的對象 勒索的對象 就不是什麼日本 不是什麼美國 表面上就是想著威脅南韓 表面上 其實 就是想著 整天想著 識事靈人 對 你中國識事靈人 對 怕搞我 怕你瘋子 上來搞我 搞我的局面 我經常覺得這樣說 雖然我不同意中共政權 我都叫做一個外國的人 就是覺得 聖金這家人真的留不得 真的留不得 其實是留不得的 是長語來的 是留不得的 但他不留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北韓的民主法 是直接 圍堵的圈 就完全很清楚出來了 到時你長驅直入 到時你長驅直入 都是親美國的陣營 嗯嗯嗯 甚至可能有美軍在 這個最怕的 有的 美國在南韓有主軍 對 有主軍 對 最怕的這件事 到時你美國陸軍 可以在陸上採進來 對 對 很多人怕的 所以 北韓很明顯 近期 你也很明顯 它是幾不行的 看得出 因為其實說真的 聯合國制裁 每天都會制裁它 嗯嗯 有哪一天不制裁它 每天都會制裁它 那你說 他做了這件事 那些人都是制裁它 那最後要勒索誰 很清楚的這件事 嗯嗯嗯嗯嗯嗯 唯一一個會幫它的 中國而已 對 只有中國和國 對 只有中共政權而已 我經常都說 中國是中共 在內政裡頭 中國不停欺壓人民 在外交上 其實是做老襯 是啊 現在你不要說 你被迫著這樣做 不是老襯 是被迫著這樣做 也是做老襯 被迫著做老襯 是啊 因為始終你 中國威脅論 在所有亞洲國家 在美國人的生活中 其實 是一樣 不算之於口是真 但在心裏面 都覺得是 那譬如說 某些外國人士 很神下實始 以此 就覺得這些是中國抗軍 又或者是支持中國現政權的一些理由 他覺得就是 始終覺得 他以今天的圍堵鏈 圍堵中國圍堵鏈的存在為理由 其實今天 列強仍然想瓜分中國 是啊 其實列強不是想瓜分中國 其實 其實美國人 美國人應該是這樣說 丟尊你來說 美國人是永遠一個國家 在一個霸權裏面 他永遠都要維持著 他是這個世界的霸權 是啊 沒錯 其實相對地 你是美國人都會這樣做 其實中國都做過世界的霸權很久 是啊 那不要說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美國人一定會維持世界的霸權 那個世界的霸權一定要把潛在的威脅 去慢慢壓縮他 好像當年蘇聯一樣 而中國的周邊國家 又很怕中國強大之後 有四位打人 因為有蘇聯這個例子 嗯 蘇聯就是周圍去 四位併燈人 周圍去革命人家 嗯 輸出革命 對呀 每個人害怕的 你說沒用的 你沒有實際行動 那為什麼你倒過來他們 不怕美國的呢 美國在歷史上是沒有佔領過別人的嘛 除了二次世界大戰佔領日本之外 佔領是最後交給別人 還要 嗯 那怎麼說呢 歷史證明了 但譬如說 又有些另一些說法 譬如說 美國就 雖然他沒有佔領你 但他有派駐軍 他扶植的都是親美國政權 對 這個對的 因為冷戰時期真的是這樣的 相對地蘇共也是如是 嗯 嗯 那你的對手也是這樣的 你蘇共 你蘇共當年扶植了東歐那些 那些共產政權 誰扶植出來的呢 嗯嗯嗯 大哥你還要血腥鎮壓別人呢 布拉格之春 嗯 是不是呢 匈牙利革命 嗯嗯嗯 那一樣的邏輯來的 沒錯 是啊 那當然啦 那美國人扶植的事啊 扶植什麼全斗換啊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那當然麻煩了 那些壞蛋來的 那些壞蛋來的 木巴拉克不是壞蛋 你那些朴正希那些 是啊 是啊 都是御士啦 是獨裁者來的 嗯嗯 但是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他要抗衡蘇共 他就不能被赤化嘛 是啊 在那個年代是這樣的 今天呢 今天他要主要 美國的主要敵人是誰呢 其實主要敵人很清楚的 都是中國的 是啊 但是中國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關係 是啊 記事朋友也有視敵人 有經常都說 美國不能沒有中國的 是啊 中國也不能沒有美國 記事朋友記事敵人 但是純亡又齒寒 純亡又齒寒 但是呢 永遠有奇怪的 其實呢 每一個國家呢 是有野心 顧此呢 顧此呢 美國人呢 永遠就擔心 中國真的有一天 變成第二個蘇聯 第二個蘇聯 第二個蘇聯霸權 其實我不是這樣說呢 即是有兩個大霸權 有兩個技能在樹 一個技能比較好打 即是我是周邊的 那些阿福啊 大雄啊 你問我要跟哪個大哥 就跟好打一點那個 正常的 是啊 正常的 你去越南那些也是正常的 他一定跟一個好打一點的大哥 日本那些也是正常的 是啊 但是北韓那些不能夠說 北韓那些是先天問題 北韓那些 他立國精神就是要對抗美國 對抗salko的資本主義 是啊 雖然其實基本上是金氏王朝 如果他是反轉 是 是 走到美國那邊的話呢 金氏王朝就複忘了 沒有啦 沒有金氏王朝 金氏王朝複忘了 因為你沒有了一個 你沒有了一個說法 沒有啦 如果你是金氏王 不過其實北韓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即是都是一堆長期是 即是長期被人恐嚇 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 有一堆集體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是 即是他們是反轉去同情我綁匪 願意順服我綁匪 又反轉去 不敢去造反 這是歷史因素來的 因為當年呢 當年呢 南北韓呢 即是南韓和北韓呢 最後大家都明白一件事 戰後呢 蘇聯呢 就迅速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日本佔領了朝鮮半島 撤出了朝鮮半島之後呢 蘇聯呢其實迅速 好像柏林那樣 迅速佔領了北韓 然後呢 南韓呢 就迅速給西方佔領了 嗯嗯嗯 又跟了西方國家 就有一個叫李承晚的政權出來 嗯嗯 那麼呢 蘇共呢就扶植了金日成政權 那金日成政權呢 就因為本身來說呢 金日成呢 本身呢 他真是信共產主義 嗯嗯 他像老毛一樣 哈哈 其實是真的 他老毛是沒有分別的 那金正日信不信共產主義呢 金正日就難說了 金日成就絕對相信共產主義 金正恩信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金正恩信什麼我更加不知道 我們知道很喜歡看歷史 然後呢 整一下整一下呢 那個問題呢 就說呢 因為韓戰 韓戰的最大問題呢 就是呢 其實你說誰先打過來呢 就很難說的 現在的歷史也很難說 你說得清清楚楚 現在我看那些主要文獻 或者大維的說法 或者叫做 所謂啦 就是西方國家的說法啦 就是我們 就說這個是北韓動手先的 是啊 但又反過來 當年為什麼 中共要找人民志願軍去幫北韓 就因為南韓動手先 那你去看哪一套 當然我接觸的文獻主要也是西方 他們主要的角度就分析 他覺得毛澤東是被迫著的 他被迫著要救這個老兄弟 當然 被迫著要救的 因為他說 金日成呢 基本上打不贏 是啊 金日成打不贏 但是他叫他照打 是啊 但是這個老毛呢 又怕他覆亡 是啊 老毛呢 的考慮呢 當年呢 也都呢 蘇共是給了一點點壓力他的 嗯嗯 斯大林 斯大林給了一點點壓力他 就說呢 叫他幫助 因為呢 蘇共自己不去幫 嗯嗯 其實跟美國人 普通常是指人去打了一樣的 是同一個邏輯來的 而已 沒有分別的 只派北洋去打 對 一樣的情況 故此來說呢 其實你說誰打誰先呢 是很難爭的 不過今天 今時今日就有些人 不受美國指揮 以色列這些 是不受指揮的 喜歡做什麼做什麼 最嚴重的是北韓呢 最嚴重的是 最嚴重的是 自此之後呢 三百姓為界 丘戰協定 其實呢 我可以告訴你呢 北韓的共產政權呢 第一 他是 他直接向了 向了蘇共靠攏 啊 啊 那蘇共靠攏 然後呢 然後呢 九十年代呢 蘇共倒閉呢 他都沒有倒閉 還沒有倒閉 因為中共呢 因為八九六四 所以堅持了這些政權 嗯嗯 故此來說呢 長期那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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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反對呢 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全部有斯德哥染魔症候群 那些人呢 這麼簡單呢 你長期不知道 混在這個地方 他真的以為是天堂 他以為是天堂 就是我們 但我們看他的 當然不會是天堂 那 現在 因為現在 很多書說北韓 很多我都還沒看 當然 是的 就是他真的到處平壤那邊看 嗯 不過看來這之前 其實北韓現在都相對來開放了 開放了一點的了 北韓 不過北韓呢 他始終呢 死了就要去做核事 又搞那樣搞那樣 擺明呢 就是呢 因為呢 聯合國制裁他 就擺明呢 就周圍去勒索 勒索到多少 得多少 嗯 北韓會不會改革開放呢 暫時難一點 如果他要維持著金家政權 不可能 OK 是的 那 那北韓人民就祝北韓人民 新年快樂 是的 那真的沒話可說 對 北韓真的沒話可說 因為韓國人都過農曆新年 對 過農曆新年 因為他全部傳統都是我們傳過去 其實就是這個叫中華文化的傳統 中華文化 基本上是中華文化的傳統 基本上李氏王朝 就是韓國在被日本第二國殖民侵略的之前 是的 李氏王朝 都是基本上是所有的制度 承襲於唐和明朝的制度 明朝制度 主要明朝制度 因為他最後歸屬是明朝和清朝 即是他當年是臣服的 是啊 但我看過這本書 他就說是去到清朝 其實就 這個日韓 即是日本和朝鮮 已經是看不起這個中國 因為他覺得韓人很不行 主要問題就是 因為韓人在朝鮮有個問題 其實這也是韓人的問題 軍臨天下一樣 基本上很多去史誌那些 周圍紳士鬧士 即是他自己去到清朝 很多去鬧士 即是去到南韓 如果有看韓劇的話 其實那些韓劇是講真話的 就是那些 清朝史誌是鬧士的 放在明里 和勒索 對 一個整個勒索 和鬧士的人 你騰騰騰騎去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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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的那本書 他就是從文化看的 特別是從那時候開始 譬如說他這樣分析日本人 文化上的心態 或者集體詞美式 他們基本上覺得中華已死 又或者反過來 其實就是中華文化的成傳 然後呢 就去日本那裏 其實日本 日本的蔡富強 其實全部是由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開始 明治維新的人是這樣 因為他們覺得 已經不是跟亞洲相比 歐洲相比 歐洲相比 對 所以變成文化完全不同 當然日本人最後 為什麼要先拿招式 因為他最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軍事的考慮 以此為跳板 以此為跳板 就是這個 約要征服世界 對 必先征服中 必先征服這個 什麼 枝拿 枝拿 若要先征服必先征服這個 滿蒙 滿蒙 還是了動 滿蒙 滿蒙 對 他們是這樣說的 所以變成是一個跳板 韓國 韓國 韓國去到日治時期 其實 其實情況幾次台灣 幾次台灣的日治時期 因為其實日本人去到 也是軍臨天下一樣 不過日本人有一樣東西 有一樣東西跟中國人很不同 他軍臨天下 軍臨天下 但起碼有一個問題 起碼社會的秩序 可以在基本上維持 即他不會搞亂七八糟 對 這個是真的 人是能夠生活的 對 所以現在很有趣 台灣也有些人 有些人懂得說日文 也很喜歡日本文化 韓國也有意思 但韓國那種憎恨會更多 韓國比較大的 我還記得之前 比如有些大學生去切手指 韓國的憎恨會更大 為什麼韓國的憎恨會更大 其實很多時候 意思是大戰 因為台灣人 反而 因為台灣人小 沒有那麼多人被人招 即他是自願性去參軍 因為黃文化運動 但韓國不是 韓國被人很多 被人拉了去 拉了去參軍 對 拉了去打仗 所以故此 他的軍紀有問題 第一 其實南京大屠殺 都是因為最大的原因 因為拉了流氓去 對 流氓去 不是日本人 所以他們對於日本人的爭執 會很大 尤其是北韓 北韓 北韓其實他利用了 除了利用資訊的封鎖之外 以及他利用了一個極端的民族意識 去催眠北韓的人民 他的極端的民族意識 就是反美反日 其實今天 講近一點 其實我們 在中國裏面 都在用這種招數 對 但問題 向中國的資訊較為開放 就不是北韓這樣 北韓完全以為美日會打過來 甚至跟南韓打過來 這麼令人害怕 那些人真的相信 對 以為人家環境不夠 他們好就打過來 誰知 誰知 原來不是 不過說真的 他們現在 我不知道 至少肯金正恩自己一定知道 這是假的 是啊 大哥 他去過外國 一個人 知道是謊話 但不會拆穿大話 但對他自己有利 對他自己有利 對他自己有利 那北韓先說到這裡 否則我們說不到下面的 好 說其他東西 輕鬆的事 好 好了 講解籤 師義聲明 我就是不相信私解籤佬 但我不相信車工 我不相信求籤這些 不過感謝你出於八卦 我們都照說說 我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去看 劉王化每年都去車工表裡 幫他代表香港人 我不知道誰選出來代表香港人 不要緊 你跟王開代表香港人 去求籤都可以 求籤都可以 大件事 黃毓民去求籤都可以 發哥 發叔 今年求了下籤 簽文就如下 司馬高車 高居還是高車 高居出遠途 今早赤腳返回路 莫非不遞人還井 亦始經認罰本歸 這就是簽文 負責解籤的那個師傅 告訴記者 移辭小人 凡事不利 我不知道怎麼看得出來 可能要靠這個 靠我身邊的中國文化高手 去解解他 對咪 我們說起解籤 求籤 車工表 他每年都去求 以前英國在這裡的時間 那些文政司 或者華文政武師 都去求 然後鍾日傑也求過 然後那些政武師也去求 他們不是信耶稣 為何要求籤 入鄉隨俗 英國人是最厲害的 這招野 什麼都去的 那些武師也去 又去點禎 讀野 入鄉隨俗 有些人還會說 有幾個廣東人都會說 廣東話 會說國語 會說普通話 那些人都很厲害 入鄉隨俗 中立傑也會說廣東話 中立傑也會說廣東話 即是入鄉隨俗而已 那些人都不要緊 都是合理的 那你去到香港人的地方 那代表官方去 趁熱鬧新年 不如說說求籤的傳統 其實鄉剛才說求籤 官去求籤 求了查簽出來 然後還出事 大家知道03年發生什麼事 今年就特首程走了 之後就沒有官敢去求 怕奶爺 怕奶爺 那次之後有人說何志平 其實不關何志平的事 我去求籤 不保證上上籤 除非這樣 我換了我的籤筒 我籤筒有左手腳的 那他沒有做手腳 是不是 車工廟 最好笑就是 人家解到這支籤筒 我解到整通人和 我才回覆他 我真的相當佩服 人和正通 正通人和 其實我真的不相信解籤佬 但我簽文是 可能我真的不懂得 他的中學文化 沒那麼好 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看得到這麼多意思 那真厲害 好像《基督徒解經》 那句經文 看不到的東西 他完全解釋了出來 很厲害 解一下支籤 字面解釋 字面 司馬高車出遠奴 表面上你說什麼意思 司馬 就四隻馬 來拉車 好駕駛地出去 就去很遠 出遠門 出遠門 很厲害 很厲害 堂堂黃黃地出 不要說很厲害 沒什麼這麼說 他司馬的意思 就是一隻馬車 四隻馬拉車 不是四隻 司馬 不是四隻 不要亂說 C字不是解釋四嗎 C字不是解釋四 C字不是解釋四 是解釋一隻 翼馬 翼馬 就是駕駛著馬 OK 好 對 司馬居車出遠奴 今次要赤腳返回路 沒有車坐 駕駛 駕駛也沒有 駕駛也沒有 他意思未必沒有車坐 他的意思是赤腳 就是告訴你 以前他去求那些 其實我等人說完蘇秦的故事 不如現在字面解釋了 赤腳回來 你回來 只有駕駛 身無長物 嗯 你去遠門 當然是謀求一官半職 謀取仕途 那時候的人 最後要赤腳返回自己的奴 奴是解釋回家的意思 喂 我剛剛查完誠語字典 司馬高車是真是 司馬高車 司馬高車是真是有壯城的意思 壯城 是富貴人出車 是這樣的 司馬高居 司馬高居 OK 他回來赤腳 你想想什麼情況 鞋也沒有得穿 他的鞋也沒有得穿 其實有意思 就是得個吉 OK 就是無功而還 莫非不遞人還醒 這句真的不懂 這句 不遞 即是考不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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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莫非 不是這樣 就是亦就是就是那樣 他的意思 兩句要一起解 哦 是的 你聰明 真的太 真的 點醒了 這個不 就是要是考不到 要是 就是做蝕本生意 是的 這個其實 古人來說 這個是在說 其實上兩個 下兩個 他意思是一樣 哎 有點不同 一個說了異景出來 OK 多數一定是四句 是的 他一說了異景出來 嗯 即是說 即是他那個景象就是 本來你就 巴巴巴巴被引走出去 是的 回來就屠而無功 回來 這個人肯定 不是考不到那些 就做事本生意 是的 OK Exactly 就是這樣 致面解 OK 其實這個人 他在說 戰國時代謀事蘇巡 OK 因為簽文 永遠 是有四句 他不只是四句 如果四句 我其實已經解完 嗯 為什麼要找解簽佬呢 為什麼要找解簽書呢 就是因為 他解完字面上的意思 你要認識一個古人 即是他講一個古人 他講誰才行 有鑄腳的 你看解簽書 全部都有鑄腳 嗯 那我講蘇巡 嗯 OK 蘇巡 戰國時代謀事 戰國時 六角成相 有看過六角大風相嗎 有 看電影 如果六角大風相 做月劇就大了 哈哈 警修啊 六角大風相 封同一個相 這個是講蘇巡的初年 合縱連環的初年 合縱連環未有 連環章儀 連環章儀 他們是兩師兄弟 兩師兄弟 他們是 學完師 就 兩個鬼谷似的徒弟 各自走出去找工作 是啊 他們臨走之前 我還記得當時看春秋戰國 那些電視劇 這個張儀是很好 就是蘇巡就看來是一個 Portrait的好人 是啊 他日如果我做事那裏 老闆打倒你的老闆 那我都會奉張儀 炎帝你是我的座上客 貴賓 是啊 張儀炎帝就說 如果他日我打贏你 那蘇巡兄你就是我的街下之囚 哈哈哈哈 這樣的 但是歷史就不是TVVD劇 好人就未必有好報 是啊 那麼 蘇巡初年呢 他拿著合縱招 周圍生氣 誰不知 每個人生氣都沒有用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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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情況是說 這四句千聞在說這個情況 但蘇巡結果也有人理他 雖然他最後失敗了 六角大風相 六角大風相最後不是他失敗 是六角自己失敗 你可以這樣說 但其實我有一件事 你也不可以說是他沒有 他的問題就是 他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他 他是算 他是計漏了一件事 人性之醜陋 對了 每個人都想清白 到最後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想問頂中原 是吧 結局就是這樣 明白 但是蘇巡 但是現在你這樣 你想一下 蘇巡呢 你將他代入香港的情況才可以 你解籤 誰是蘇巡呢 對了 去到第三個位置 如果我把這個案子 把蘇巡變成香港 怎樣呢 蘇巡變成香港 就是說蘇巡出去 謀官謀不到的時候 對 為甚麼呢 如果這樣演繹 你可以 蘇巡 譬如 香港 現在香港 經常說中港融合 經常想找野獄 可能在這裏出問題 OK 這次陳文解那個 陳文解說類似 這個問題呢 就是可能你去求別人 甚至不要說求外部的人 求內部的人 如何團結團結 最後的結局 大家都明白 個個都不聽你知的 去完A國去B國 要不你走去 好話不好聽 你走去 中聯辦去找唐營的人 唐營的人其實不騷擾你 民主派民主派 神經病 哈哈哈哈 進入中聯辦之役之後 沒有人敢跟梁振英 有任何交往 然後呢 這個其中一個情況 就是團結不了內部 是不是 然後呢 還要團結不了外部 外部 即是呢 想說中港融合 想找爺爺救命 都不行 都不行 因為人家開始不騷擾你 即是香港 平時財大氣粗 又不騷擾 平時又不理我們 以前 現在又到別人不騷擾你了 那個局面可能是這樣的 你想一下 很清楚的 但是如果呢 我將這些簽呢 放在梁振英那裡就大件事了 說梁振英自己的話 就大件事了 這支簽 是怎樣大件事法呢 最後雖然蘇傳六角封相 是不是 但是根據這個簽文 不要說六角封相那段 因為呢 有一段簽文我記得 說六角封相 你知道嗎 第二支 不會就是六角封相 六角封相的話 就是蘇秦他事業頂峰的時候 是的 現在的情況呢 就是呢 如果真的 我將這支簽 放給梁振英的話 梁振英呢 就是等於蘇秦 你想一下什麼結局呢 不然如果真的要成懷論英雄的話呢 你做蘇秦也是一個不好的結局 是的 也是不好的結局 即是我說你厲害到盡 是的 你去最頂峰的六角封相 結果就失敗了周長 是的 他到處去求別人 是 飯飯也不行 飯飯也不理你 飯飯也不理你 飯飯也有問題 不是 大哥 我們心想其實 就是 他現在 我反過來 他現在是一個合縱失敗的 之後的蘇秦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不要想他選特首之前 他什麼答應人的 是啊 然後呢 還有小人 你怎麼看小人呢 其實那些簽文有說的 那些簽文很有趣的 簽文你要記住一件事 其實你要記住一件事 剛才說的字面上解 字面上解 還要解歷史事件 就是解了那段歷史 第三件事就是 在簽文的下款那裡 究竟呢 他一定寫完 他其實是容易解的 譬如說 你求什麼 就有什麼 就會出現什麼 求什麼又會出現什麼 這樣傳承下來的 如果求姻緣求的那些簽 那會怎麼樣 糟糕 糟糕 總之都是糟糟 我保證 我保證你追誰沒有誰 哦 哦哦哦哦 那希望法叔自己 不是內心想著追女 對啦 對不起啦 有些意志超就 肯定是這樣 哦 OK 總之就是 總之是不是 即使用成敗論英雄 雖然很膚淺 但就什麼都好 我們就 通常八卦都要看別人的結果 要做搜尋你都很一般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這樣解法 譬如你說小人的問題 其實可能小人 可能是周街的唐盈 民主派 全部都是小人 為什麼你自己知道 不過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其實怎麼從我千聞看到有小人呢 其實他不是在千聞解釋的 即是他駐腳有講的 他駐腳有講 而且他在那個 在蘇巡的故事有講的 蘇巡被哪個小人所害呢 因為蘇巡去到沒有一個國家 其實那些皇帝為什麼不用他呢 你猜那個皇帝自己不用他 即是食客猛的 在食客猛的話數他 就數下去 這個人啊 又醜了 那天又廢了 不是很像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哎呀好厲害 整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最後呢 只有一個吉 第二呢 就是經營不到 無法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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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罰本櫃 是的 也都跟我們之前選完特首講的東西一樣 胡運下去 啊啊啊 繼續胡運下去 都是一事無性 都是一事無性 其實香港今年我也是這樣看的 嗯 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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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簽看啊 你就算了 有些人看風水算命啊 都是這樣看的 甚至風水算命都是這樣看的 嗯嗯嗯 是的 所以這支簽呢 這支簽呢 聽下去呢 其實呢 其實呢 你順不順也好 不過是很有前瞻性的 OK 就是純粹參考啦 是的 純粹參考啦 OK 明白我就純粹出之八卦 我們純粹參考 但是很有前瞻性 我是純粹出之八卦 我是純粹出之八卦 就是我一聽這支簽 哇 這麼糟糕 但是這樣的話 他有一件事說的 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因為經營呢 雖然有些人是指生意 嗯嗯 但是呢 我覺得是一部分的 香港經濟一定沒有今年那麼好 沒有2012年那麼好 這個肯定的了 這個其實不用聽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這個不用聽說 大家都知道的 因為大環境不好嘛 大環境不好嘛 大環境不好嘛 因為你所謂謀望謀望 是要到處求別人的嘛 嗯嗯 現在可能求到最後 連阿爺那裡也可能有問題 阿爺那裡 阿爺那裡 阿爺那裡真的麻煩到飛起 麻煩到飛起 現在不然 沒有人敢求這些簽 求這些簽的政治 靜靜雞球 靜靜雞球 靜靜雞球好啊 還有那些小人 現在有些在睡醫院的小人 哈哈哈哈 那不大麻煩 阿阿阿阿阿阿 那個什麼唐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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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抽膽汁那個人 哈哈哈哈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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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真的大麻煩 那個人真的大麻煩 那個人不知道怎麼搞 對啦 不過這樣 我聽呢 就是有八卦一下 我聽呢 某些算命師說的 就是風水算命師說的 說今年呢 應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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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在官場裡面呢 都應該有一兩個人變成炮灰 那你如是當然是炮灰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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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假如我們真是當 那兩個人是炮灰的啦 就是我們當梁振英是蘇巡的話 他們手下是那些 就是他要出事 他不會先寫梁振英 通常不會先寫梁振英的 通常都會先寫梁振英的 通常都會先寫梁振英的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你留意 如果你說說蘇巡的話 還有一件事 就是 用不對人的 用不對人的 就是很簡單 你不用蘇巡 嗯 你反過來解釋 不用蘇巡是誰是帝的 是那六國是帝的嘛 初期 被人壓著你抽的嘛 當時秦國已經是大 就是強勢 對 被人壓著你抽的嘛 現在就是一樣 你用錯人 那誰是張儀呢 我很想知道 唉 這簽沒解釋啊 不要說 這簽是說 蘇巡初年的 是呀 是呀 最初出道的時間 嗯 他以前沒有清楚 那個時間講得很清楚 印象中蘇巡是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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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誠氣 早過張儀的 張儀也很老道的 是啊 張儀是之後才誠氣的嘛 他找巡國嘛 是啊 找巡國 當時已經是 當時合縱之勢已成的嘛 是啊 當時張儀就來了 喂 你的學兄 敢敢敢敢敢敢啊 是啊 你怎麼搞他啊 是啊 整個故事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簽呢 真的一聽到已經知道 有些問題了 嗯 有些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個人求了這些簽呢 被任何人解釋 都解不到那個哥哥的了 那個解簽叔叔那麼厲害 那天呢 在新聞幫我做解簽的叔叔 哦 就是粗一些不太純正的廣東話 有些有些北方的 用語的那個 是啊 那個解簽的正通人和嘛 一定不會是 人和正通那個 哦 如果我是那些妙祝呢 還可以作多你一筆 起碼要作一幅 作福啊 作福 作福是什麼呢 其實我還沒作過 你求一些簽 下下簽 那你麻煩你給少許錢 什麼香油什麼都好 那幫你做少許儀式 我們叫作福 作福也不是王法作啦 是應該是誰來作 哎 就是要作個福 如果你私人求這些簽 就真的不恭喜 不過這麼說 如果阿邊如果真的什麼黨 地下黨員呢 他是不是應該相信這些東西的 是啊 是啊 唯物論怎麼會相信這些東西啊 是啊 如果真的什麼黨 我們下黨員 不如這麼說 便正為物論 就是你依著被人相規啊 誰 誰啊 誰啊 就是做這些事情 被人相規啊 對啊 便正為物論啊 那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想 發賣的私信 告我們啊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不過很有趣的 現在全世界我發覺一件事 在中國人社會 我發現一件事 我發現一件事 一件事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嗯 你求什麼神也好 是 車工啊 觀音有簽的嘛 黃大仙也求兩支簽啊 求大仙簽出名啊 是啊 是啊 也是好像某人都 某人都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所以他不相信一件事啊 他叫他蕭若元應該不相信 他不相信啊 然後呢 然後呢 去到媽祖廟求簽啊 還有去台灣的廟宇求簽 那些古靈精怪神呢 天后 天后不是古靈精怪神來的 天后不是啦 好大神 還有很多其他古靈精怪神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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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戴子 那些 很多 三十小 娜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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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簽口 還有一個 叫什麼 聖母 忘記了 我忘記了 圓天聖母 不是圓天聖母 天后亮亮 總之 沒有很多的 什麼聖母 他們都忘記了 這麼多聖母 對 什麼什麼 我只有一個聖母馬利亞 你們就知道是聖母馬利亞 那些球在台灣千奇百怪的 廟宇有一個特色 那些籤永遠是一百支 沒有多沒有少 沒有多沒有少 只是籤文不同 擺位不同 甚至還有一個共通點 有一支籤文一定是上上籤 一號籤 一號籤必定上上籤 你求什麼籤什麼 你問什麼神都是的 不知為什麼 這是不是由一開始發起的 就是由最初開始做 做 二世一定是籤王 就是由搖籤開始做的 第一間廟宇開始傳來的傳統 可能是 要先問John和林Sir 問John 他讀宗教研究的時候 他專門研究一些 香港的滿天神佛 香港也算少滿天神佛 香港我們都知道 不是啊 他說的 香港的神是多到 一隻提告名字 出本字典的 但是不是去到台灣那麼誇張 台灣的就厲害了 台灣的就厲害了 你想不到的東西都可以拜 拜些什麼呢 例如 狐狸 拜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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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 那叫雞是香港人先說的 香港人發明的 但問題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還有什麼神 你想想不到 九頭神聽過沒有 九頭神聽過 九頭神呢 九頭後面就不是神 只有九頭 那神像是一隻狼狗 是一隻狼狗 只有頭 那他就把頭出來供奉 是這樣的 九尾就不可以了 九手也不可以了 那我簡單 他不會讓一隻狗狗在這裡供奉 為什麼不行 狗頭在這裡供奉 為什麼不幸 那天后娘娘 觀音菩薩那些 那些都是人形的 那那個神在台北有 我知在哪裡 在漫畫 那狗的神 是什麼人拜你知不知道 社會派 為什麼呢 不是怪關二哥嗎 關二哥是有的 但是那個九頭神呢 那些人說是義氣子女 為什麼義氣子女 靠天犬 那隻狗狗幫主人擋槍 擋槍 擋槍啊 火槍啊 火槍啊 是現代的東西來 那隻狗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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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廟裡還放在地牢裡裡 是啊 還放在地牢裡裡 那可慘了 那你以後要為主人擋槍 擋雨 擋災 那些全都可以供奉了 是啊 全部有靈氣 是啊 那個 打死狗 然後 紅狗被槍炮打死了 是啊 什麼時候打死的 是不是日本人打到來的時候 是 十幾二十年前而已 十幾二十年前 現在已經是一個 黑社會通行會拜的一個神了 是啊 很多犯署都會拜的 當然這些也不多說了 但是我們所知奇怪的神之日來的 厲害 就是犯線慢慢加油 所以我經常都說 其實你用西方那套宗教學 剛才你說的妓女拜 其中一個就是狐狸神 因為全部都是狐狸精來的 狐狸在我們中國傳統歷史上都是那些 但是狐狸最近鬧出新聞 英國的狐狸鬧出新聞 咬斷了嬰兒的手指嘛 但我試過以前做保險索償 我曾經經過一個個案 有一個人去英國旅行 真的被狐狸咬到 真的有這麼多狐狸在英國 他claim被狐狸咬到 真的 還堪如各角度來說 是不是英國很多狐狸精 當然不是啦 狐狸精是另一件事來的 香港發現過 香港發生過 你說在那一間大廈的天花那裡 是啦 那一件事很麻煩 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 你覺得匪夷所思 有很多奇怪事 這些奇怪事 我想我們有些朋友應該很熟 比我更加熟 這奇怪事 就是practice 不過這樣 我們勸大家不要亂搞這些事情 就算不科 科學的角度 第一 你很容易出現精神問題 我簡直不相信 就是亂搞鬼鬼神神的事情 科學角度 不科學的角度 你要很容易出現 因為你惹到那些人 原體又不認識你 你惹到他 他喜歡你 他喜歡你才有難 竟然是這樣 他喜歡你才有難 他喜歡你才有難 所以他欺負他真的又沒有事 他喜歡你也有事 他喜歡你也有事 喜歡你有什麼事 經常跟著你 那就好 你要拜他 你拜他 你不是做那樣東西 有些東西經常跟著你 那你的心經常不舒服 你會令你不知 你對你有害或有利 你不知 你不知 你亂搞他 是不是有問題 就算不要說這個 不科學的說法 說科學的說法 你很容易因為搞這些事情 而精神出現問題 我經常覺得很相信這些人 精神有問題 就是兩樣東西 我經常覺得很相信的人 都是一堆輸打贏的人 當然 這就是講一下神的問題 滿天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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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我們 譬如說 我們現在去拜的那些 即我們現在香港去拜的那些 那些大部分的神 都是很有傳統 還有我們叫做 較為正能 正向的神 正能量來的 正向一點的 正老一點的 正向老一點的神 香港現在你去拜大部分的都是 你不像我剛才說的那些 即狗頭又拜 狐仙又拜 狐仙又拜 是啊 狐仙有一樣東西求的 你想想不到 求什麼 生仔 No 恩怨 為什麼 狐狸有他的魅力在 我只想起那些恩怨 那些有數字的那些 小三小四的那些 不是 是真恩怨 對呀 有人去求恩怨的 胡思妙 竟然是這樣 是啊 有人去求恩怨的 所以 所以搞清楚 有些東西有辣有不辣的 有正向 有你可能走歪路的情況 那求恩怨有很多神的東西可以求的 那是 你去網夫社多求恩怨 網夫社有人拜的嗎 你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網夫社經常插到香燭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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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網夫社 有些耶教徒走上去噴漆 寫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的一方面 但那個故事是一個傳說 當然我絕對不相信 那是個傳說 那是個傳說 是怎樣的 那是這樣的 那是這樣的 那傳說 就說 有一個 有一個女士太太 背著兒子 每天就看她丈夫回來 她丈夫出了院門或者在外 突然間天黑齊 雷電交家 砰在射之後 那個女士和那個小朋友就變成狗石 如果你相信這件事 你應該順便相信 這個羅雅方舟 順便相信 上帝叫羅雅的老婆變嚴柱 那件事 是一樣的 只是信後者而不相信 王夫石那個 是啦 這個是王夫石的故事 那就是什麼都好 即是我兩件事 我都不太相信 王夫石求姻緣嗎 王夫石求姻緣嗎 王夫石又求姻緣 怎麼求姻緣 他變了王夫石 你也求啊 你怎麼搞的 又不是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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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王夫嘛 他是盼望來的 就是你等 你慢慢等 你等到 所以很多千奇百怪的 中國人的信仰是千奇百怪可愛的 在西方的宗教學眼中 中國人也算是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 中國人的拜神是極度現實的 很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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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沒有西方人 或者中東人那種為宗教 為那個神去犧牲 去成全我宗教成全我神的一種 就是這樣 你叫中國人為我神去捐軀 是 never ok 講完神 就講講新年事 講新年事 好 新年事 以前我們 我們常常說 每一年 什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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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蛇年 那我不知道 六八九先生 我不知道我晚年 還看到他 對 很有趣 其實十二生肖 在很多國家的傳統都有 尤其是東方的傳統 有 印度也有 越南也有 越南也有 韓國也有 其實日本也有 其實所有都有 他們涉及的原則 其實說的故事是同一個故事 你想也想不到 蔡豹那個 就說 無論什麼神也好 中南是綠王大帝 綠王大帝 就點那些動物 就來 封聖 這樣 就一隻一隻 這樣來 動物 是吧 例第一個就是第一 對 然後第一個排第一 去到十二個 只有十二個位 動物一隻一隻 這樣來 為什麼呢 中南很奇怪 為什麼那隻 最不起眼的動物 是第一 聽說就站在牛頭上 就是這樣 牛過的時候 一會兒跳過了一條線 對 就直接 老鼠 就贏了牛鼻 就贏了牛鼻 就是這樣 故事的老鼻就是這樣 對 但譬如有些地方 聽說是越南的 有貓 有貓 對 但不知道它沒有了什麼 對 總之很多 亞洲傳統都有十二生肖 其實呢 這個也涉及歷法的問題 歷法 歷法 歷法呢 就算亞洲人的歷法 也很奇怪 它呢 它永遠都是一條數 十乘十二的那條數 天梗地支 一個甲子一個數 對 它們六十年為一代 也真的可以符合 人類的生命周期 陰陽力 對 陰陽混合力 這是中國人的歷法 相當複雜的歷法 中國人的歷法其實比西方洋力更複雜 對 比西方洋力更複雜 不過馬亞人只看月亮 馬亞人更複雜 不過馬亞人只看月亮 馬亞人只看月亮 但是我們的歷法 是涉及了幾件事 第一 我們現在說的陰陽混合力 是一個龍間的歷法 所以才叫龍力 不是啊 龍力呢 其實是月力來的 即是跟月亮的 但是日力就是我們現在的太陽的歷法 其實中國人很精明 在這個歷法上 它將日月放在一起 中國的歷法救力其實是陰陽力 對 最救力是陰陽混合力 陰陽混合的 對 所以我們今年叫貴智年 貴智年其實就是陰陽混合力出來的一個歷法 對 還有我們所謂的二十四個志氣 都是陰陽混合力出來的歷法 嗯 對 還有它是很準確的 它發現這個是最準確的 它比起龍力 即是比起那些我們叫龍力 傻陰力 傻陰力是準確的 因為傻陰力不夠數 它簡直是潤了一個月 有Leap Moon 有Leap Moon 但是我們陰陽混合力是沒有的 沒有Leap Moon 是很準確的 嗯 剛剛說十二生朝 十二生朝 十二生朝 我想很難說得出 薯牛夫和石馬陽 羊羹犬豬 嗯 其實呢 所謂貴智年 字是等於一條蛇 一條蛇 一條蛇 對 字是等於蛇 是嗎 對 是 這隻字是這個意思 字字 是 它呢 就等於是代表蛇的 嗯 是 其實呢 它呢 它呢 就將 陰陽混合力是這樣的 它將五行陰陽 放在一起 嗯 一起說 OK 我們 用一個概念少少說 金木水火套大家都知道 五種元素 當然西方的元素 或者甚至有些 印度的那些 歷法的元素 那些元素 就是 天使的元素 是 地水火風 但是中國人 玩夠五樣 它有肚 嗯 日本還有一隻 風林火山 對 風林火山 地水火風 他們的風林火山 和地水火風 是一樣的 風林火山 好像是武田順月嶺 我都不記得了 但問題呢 我們中國人的法是五行的 五行是怎樣拆的呢 天光甲月丙丙無幾更新任貴 嗯嗯 我們看一圓伏齒就是春天 春天最多是什麼 花花草草 所以甲月是第一的 因為春天是每一年的開始 甲月是一定屬木的 屬木的 這個也涉及 涉及 涉及 男女的 生殖器官問題 就是陰陽 陰陽 陰就是凹下去的 藥凸出來的 對 嗯 即是從大字來找出一個圖案 對 多數呢 我多數是 地資排在陰陽的 但是呢 天光排在陽陰的 所以甲是第一的 你也知道 甲月丙丙無幾更新 我想你拿成績表也有 甲月丙丙無幾更新 甲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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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木數 丙丁 火數 陽火陰火 陽火陰火 丁是陰火 丁是陰火 陰油的火 大致有兩種火焰 一種是烈火 一種是一些 我們叫做低溫的火 你知道低溫的火和烈火 烈火可以摧毀很多東西 但是低溫的火可以滋潤萬物 好像太陽一樣 嗯 就是這樣 或者一些擦槍走火的火 是陰性的火 OK 陰性的火 甲月丙丙無幾更新任貴 嗯 然後無幾 無幾一定是中間的 我們要這樣看的 甲月 東方 因為你要知道 太陽 月亮 都是由東邊升 還是西邊下下下 是啊 大家都明白 去到最後 入黑的時候 就去到正北位 正北位 就是所有的東西 變成陰沉 或者正南位 就是太陽最猛的位置 就是去到你的頭頂 嗯 所以其實我們看 東方就是木 南方就是火 西方就是金 西方就是金 太陽開始下山 去到北方就是水 土呢 土居宗 中間 所以剛才甲月丙丁 無幾居宗 無幾居宗 接著更生 更金屬 新的金屬 更這種金屬 是我們做利器的金屬 嗯 另一種金屬 油性的金 用來是裝飾的金屬 是 貴一些 貴的 大家都知道有什麼金屬 金 金 銀 白金 接著呢 這個就開始太陽下山了 嗯 接著呢 就去到任貴 深夜 今年的貴 任 任就是深夜 任貴也是深夜 一個是陰 陽性 因為還有一點點陽氣 但去到最陰的時間就是貴字 十二點 正夜 對陰性的水 即正北方 嗯 就是這樣就是天干十個的 是純水的 沒有雜質的 OK 沒有雜質的 沒有雜質的 對 什麼沒有雜質呢 因為呢 地支是有雜質的 地支不是純水的 即不是純水 譬如說 我和你說是得木 就是得木 嗯 天干就是 我和你說是木就是木 就是得木 就是得木的 OK 對 這個正北的位置 你可以把 如果我們最簡單的 就是把 東南西北畫一個圖出來 嗯 然後再畫一個太陽 把月亮都明白了 嗯 其實整個logic是這樣的 中藝力法的問題 是啊 那天干了 十個天干了 十二個地支了 嗯 剛才我不是說過 十二地支不純水的 嗯 其實呢 剛才說過 我之後說紫秋 某甚至五味生有蜀害 全部是有不同雜質的 嗯 但我先說雜質那些 我就不說了 因為其實雜質 就是簡單來說 我放一樣東西 有百百百百百是這樣的成分 我有七十個百百百 譬如我是一個土 我七十個百百百是土 有三十個百百百 就是有其他的東西在裡面 嗯 這個很大的智慧來的 我怎麼這麼說呢 這個是很聰明的說法 嗯 這個聰明的說法在於什麼呢 很簡單 我在地上執了泥土 嗯 你覺得那塊泥土 只是泥土這個成分呢 只是泥都很分合得盡 泥土裡面還有其他成分呢 有水分 嗯 有水分 可能有些生物在裡面 是的 可能有些草在裡面 就是這樣 就算我現在去下面 執了木頭 也可能有其他東西在裡面 一定有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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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乾木 裡面可能有蟲 對 全部就是這個邏輯 因為地資 因為天上的東西 就是大氣層的東西是純粹的 嗯 如果我用科學一點點的觀點去看 OK 地下的東西是亂農的 OK 就是這樣的意思 簡單一點的解法 當然這個可以更加複雜的解法 這個是簡單版的 OK 今天特別用這件事來講 大家都知道靈法是怎樣計法的 嗯 其實就是順著去的 是的 順著去的 其實呢 我們雖然說 時辰 是紙醜人物一臣 自演味生有蟲害 嗯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呢 雖然是背 因為十二生肖前後的問題 其實呢 你把鼠牛虎肚 和蛇馬羊猴雞血豬 拼進去 就是紙醜人物一臣 自演味生有蟲害 是的 所以是紙鼠 丑牛 記得了 紙鼠丑牛 鼠 人虎 人虎 是的 為什麼唐百虎呢 為什麼唐百虎 唐人 字百虎呢 就因為 為什麼呢 人月 人時 人年人月 人善人月 人善人日出生 是的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是百虎 是的 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他是大兒子來的 所以是百虎 不是 百個虎啊 百 他是百個百 是百個 八個 百虎 百虎 一百就是百 百 不是解釋大兒子的意思嗎 什麼 有百虎 有仲謀 仲者有第二 仲者第二 百者有大兒子 是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們聽過 百虎的意思是多老虎 就是多老虎 真的很多老虎 因為他人時出生 人月人日出生 所以是百虎 雖然我們算是神之生 或神之厭未生 有失海 其實我們這樣說 其實因為月亮到最頂的時候 就等於那一天的完結 所以才由指示開始算起 就是另外的一天 是的 就是另外的一天 實際來說 整個概念就是春夏秋冬 跟春夏秋冬的概念一樣 所以變成我們算月份的時間 因為是從春天數起 所以我們第一個月 晶月是人月 木的月份 木的月份 然後也是這樣順推 由人月可以數起 由紫可以數起 如果在日曆上面就是這樣 但時辰上面 由紫可以數起 第二天 人貌就是屬木 多數在兩個屬性的東西 中間就會有一塊土 木屬性當然 就是很簡單 人貌是屬木的 神是屬土的 神是屬土的 但是神這個字眼是很特別的 當然這個 如果你是算命的話更加特別 因為我是一條龍 龍來的 龍來的 龍呢 因為龍有一個無償的權威在中國人裏面 所以如果我們 我們叫做算命 就知道一件事 逢有見到那一年有神的話 是遇神即化的 遇神即化 即是可以令到有些組合 是純粹性變質 這個很特別的一件事 神 智五 兩個火位 智是陰性的火 五是陽性的火 烈火 剛才說過陰陽數氣 先陰後陽 天乾是先陽後陰 是的 這樣的 所以上下陰陽 這個世界 你只要上下陰陽 大家都明白 在混沌的天地裏 一定是上陰下陽 是陰陽 是的 這兩個 然後智五 智五 味 味 是土素 土 身有 身有 都是金素 金素 蜀 蜀 蜀是土 蜀 蜀是水 蜀也是土 陰性的土 其實這些要再放陰陽 這樣看 整個世界觀 OK 明白 如果你要慢慢讀 是相當複雜的 如果有文化 既然龍那麼麻辣 是否真的 那些人喜歡生龍仔 龍女 是否真的有根據 我就覺得這樣 他遇龍即化的話 其實我自己 就不是覺得生龍女 最好 生龍仔龍女 如果算命的話 生什麼最好 但這個當然要看不同的組合 因為 當然這個 我這個算命問題 我想算命的 我慢慢跟你說 之前看新聞 就說全世界來的 喂 有錢人多數是熟兔的 為什麼 很簡單 多數是熟兔的 其實原因 可能是這樣的 因為熟兔 是指醜人貌 貌字 貌字的字眼 是解釋 食老的意思 食老 聰明 兔仔的寓意 也是聰明 各位聽眾 我是熟兔的 可以了解了解 了解了解 Toby 都是熟兔的 了解了解 鱸仔跟我們一樣 1987年 不過這樣 他年後出生 他是熟虎的 哦 對不起 那算 我就不信這些 那這算命問題 我覺得 這些不方便在這裡介紹 當然我們也不是鼓吹別人相信這些東西 相信不相信是由你 畢竟我都覺得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 我都不妨認識更多 因為剛才說的陰陽五行 其實我們這組是不斷地看的 就算他們主要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 是看過天使 算命你可能聽到很迷信的東西 但是在中國傳統農間社會 也不能令他們不相信這東西 因為實際老實實 我如果我預知道那一年可能是罕災的 可能是水災的 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農業的工作者 或者農間的人 我們當然會有這個問題 有所預示 你也想 我告訴你 有事發生的 你也想避一避 其實算命 這些是榴槤 農業社會的產品 農業社會的產物 因為有些你不能預知的東西 你現在可能已經用了科學化的方法 就算真的發生 你也可以有一個防備 未發生 你也可能做好事情 但你那時候沒有科技 很多預測 很多預測 你那時候沒有防備 你唯一是要相信這件事 明白 就是這樣的 當然你的歷法上面 其實那些紙抽柔某層子 已經被生口衰害 你想深一層 那些字眼 那些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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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把那些樣子 畫一畫那些動物出來 你會覺得很奇怪 很像的 很像的 雖然這個故事是這樣說 或者是菜跑 但其實可能也不是這樣 可能是以形去取動物 最像是五 五是五牛 五是馬 五馬 真的像馬面 是啊 很簡單 剛才我說的兔子 那個兔子的卯字 你看看我寫法 跟剛才講的卯字像什麼 你知道嗎 兔子的兩隻長耳 我只想起張卯 大家還記得張卯是誰 結婚了 不要說別人 都是名人 都是名人 肯定 我也肯定 他父母肯定 肯定是算過 這些名字 OK 沒有擺明算過 所以呢 中國這樣的文化 其實 你可以說是博大 正心 博大正心 是的 他就這樣說歷法 已經是考慮了這麼多的因素 嗯 是的 不要說你拿去算命 你這樣說 你這麼多的因素已經考慮了 這樣 今天不如先說韓波 好 各位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祝大家有個幸福美滿的四年 OK 順便預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有情人的就是 有情人中誠倦屬 未有情人的 都盡快找回 寓意良君或者命中的另一半 是的 想著疏氣不嫁的 那就 自己考慮了 情人節不關你的事 情人節基本上都不關我們 情人節基本上都不關他事 這些事本來都不關情人事 要不要情人節節 反彈灘的故事不是這樣的 反彈灘的故事不是這樣的 就是性人來的 有機會才做到情人節基本上 OK 遲些再說 各位聽眾 拜拜